我要向電視說筆 看那麼多電視做什麼 我要向世界出發 你幹什麼 向電視說筆 父母帶女兒挑戰世界一百次 這些都南島英國這兩個小女孩 他們在一年之內成功完成他們父母 為他們設計的一百個戶外挑戰 一家四口除了一起晴天陰天雨天攀山攝水 還在海灘睡袋看日出日落和流星 筹劃Backpacking之旅 Amy和Ella的父母本身是教師 他們坦然只是普通人 不是冒險家 不過就不想兩個女兒沉迷看電視和打機 受到過分的保護 缺少湖外探險的機會 於是費盡心思想出那麼多challenge 難得Amy和Ella都很enjoy 說慶幸他們可以有和其他同仁小朋友不一樣的經歷 還幫忙想來年的一百個新挑戰 他們一家四口在網頁分享冒險旅程 希望鼓勵更多家庭效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